想左手手指變得靈巧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靠練這本琴書 這本琴書怎麼練呢? 今集我會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但未講之前 首先很歡迎大家來到西洋藝社 我是葉紹希 樂團的全職樂手 在這個頻道我會講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 利用這些演奏技巧 我們可以拉到很多好聽好玩的曲 在右下角有一個訂閱鍵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個頻道的最新消息 可以按一下訂閱鍵和旁邊的鈴鐺 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Stradic Book 1 稍後我會示範的這一條練習 如果大家有本書的話 就是你本書的第二頁的第六條 如果你沒有這本書的話 我會在那個訊息欄那裡 就會有一條連結 你按進去連結 就可以在IMSLP這個網站 下載這本練習曲 這個網站的好處就是 很多譜都是免費的 大家如果找譜的時候 可以去上面找一下 那等一下我會怎樣拉呢 我會分開全弓 和上半弓下半弓 然後就會用三種連弓去示範這條 第六條的 就是四個音一弓 八個音和十六個音一弓 但是呢 特別的地方就是我會用同一個Pulse 就是72 那在72的時候 這個速度的時候 就是那四個音一弓 其實就是半拍來的 然後到八個音的時候 就變成三種連結 意思呢 是每一下你聽到的節拍 我就拉四個 然後當去到最尾 一弓拉十六個音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 三十二分音符一樣 每一拍裡面 我會拉八個音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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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